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是要很常听你的节目才知道 对对对对 好 来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是土星双鱼 所以土星双鱼就是土星回归 明年土星就会进牡羊 所以你本命盘如果土星在牡羊的 从明年开始换你们回归 所以今年是我们的意思 对对对 今年去年大前年都是我们的回归 好那回归的意思就是 我们都已经 28、9岁了 或者是 57、8岁了 那通常28、9岁就会有 压力 某一种告一段落吧 像得奖就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阶段性的肯定 对 或结婚 有的人就会觉得 卖房 交往这么久了是不是该成家了 该更像一层楼了 该转变了 对 我这两三年真的就是一直在做 比如说创业啊 或是 找事情做 你比较积极 巨蟹做比较积极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不是火象星座积极哦 因为巨蟹做是开创星座 嗯 这组星座喜欢开发创造 嗯 牡羊 巨蟹 天平 摩羯 哦 所以你已经创了几个业了 呃 创了业之后 然后又在今年又想说 要结束这件事 哈哈哈 哦 你要结束掉那些业 对 然后我想要再去做别的事情 哦 所以我在今年就是 诶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动力 让我很想要去出新的作品 我们待会也来看Yuri的MV 你这首单曲叫 Catch You 对Catch You 就是 假装捕捉的概念 你是啦啦队第一位出单曲的吗 不是 不是 我想做这件事情也有八年了 嗯 我从 加入第一年就想做这件事 他超久的 那为什么八年后才做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是 特别想要 就是去实践他 嗯 然后刚好也 也缘分啦 就是土星回归嘛 真的 但是你想做也要有 周围资源的支持 对 因为我平常想做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 哇 这些东西都离我太远了 然后今年就 诶 打个麻将就遇到 音乐制作人 然后 诶 好有趣 就聊起来了 然后诶 不小心就遇到 可能朋友问说 诶 我写很多歌 要不要听听听看 对对对 零蛋 对 那你有没有这种神奇的体验 你也是土双鱼 你也回归啊 你有没有想 转型转变 我一直都在转 其实 他刚才跟我说 诶 Yuri 我的频道想要做一个新细化了 我脑袋一直在想一些东西 对 不是这么大的一个跨界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拉队都会出单曲 但他其实算晚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直跟他讲说 你要出自己的歌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出去商演什么的时候 他就没有歌 他就会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就很无聊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 你赶快出自己的单曲 以后就可以上台表演 所以你更早开始 诶 我觉得是诶 算比较比他早 如果单曲的话 他做很多事情就是也是 不会像我一样想太多 他就想做就直接去做了 可是你之前创业 你今年想收的原因是什么 今年想要结束这件事是 想要把心力放在更多心力放在其他事情 收获更多的事情上 好 那所以这次Uri就带来他的新作品 那林淡呢就是又是来支援他了 没错 你真的是好朋友耶 对啊 你这次陪壮壮来 这次陪那个Uri来 都是好朋友啊 是真的 我觉得除此之外呢 这个单元真的非常catch到他 他非常爱这个单元 没错 你吃吗 没有 因为可以看到你 对 他是你的粉丝 大粉丝 好好的 讲真的 我讲真的啦 那在我们看MV之前 我们要来介绍这一间餐厅 它叫谷咖啡 谷呢是三点水一个太阳的日 这个地点呢是在松烟附近 那附近也是餐厅的一级站区哦 因为你前面那个是巧克力奶盖 你可以喝吗 哇 我可以喝 这个你前面是巴斯克乳酪蛋糕 我可以吃 我们待会也可以交换哦 好棒哦 那我前面这个呢 一个是无糖的手冲咖啡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荔枝乌龙茶 也是无糖的 那这个是布丁 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布丁 你前面那个叫做老坛乌梅咖啡 哦 这是咖啡 它是中药咖啡 你前面是柠檬糖霜棒蛋糕 也是他们手做的 我们先来尝一尝 好 看好不好吃 好耶 然后以及看catch you 发了这个MV之后 你有后续的计划吗 嗯 发了EPE之后 就当然希望就是这三首歌可以 带我到更多舞台 大大学到舞台 对 因为像我们平常如果只是在球场应援啊 的话就是表演舞台就是局限于球场嘛 那如果有自己的作品就可以就是尝试各种不同的 万一有什么场合表演的场合要约 因为也不是每一个啦啦队女孩都能够唱歌 所以你对唱现场有信心吗 其实我自己唱现场我还是会觉得很害怕 因为以前就是跟女孩一起表演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跨年啊 或是一些商演 都是大对头嘛 大家一起 就超级多人一起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害怕的感觉 现在可是单独拎出来 对 就是我连那一天拍MV自己一个人拍 我就觉得有什么孤独感 嗯 那这一次拍这个过程 有没有让你觉得 好好玩哦 我想再继续出下去 有耶 有哦 就这次出这个作品 然后本来只是想说尝试看看 不做怎么知道这个过程会有什么难关啊 就自己用想的没有去实际碰触到的话 就也没有办法解决 那做了之后就觉得成品出来很感动 感动 对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球迷啊或是粉丝 身边的人会给一些回馈嘛 嗯 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些都是一个动力 会让你想要再继续做得更好 那人家做了这个事情 你也一直说哎大家都有做啊你也有想出EP吗 我之前就有出过了 啊你已经出过了 但我是单曲啦我是单曲 OK 对对对对 那没有兴趣再出 我应该会出 还会再出 对对还会再出 那来这边宣传哦 好啊 你要来哦我要来哦 你要来 先讲好先讲好 没有错没有错 那个阿Q帮我留一下 你可不可以就是为了就出一首就可以来这边问一次事情吗 哈哈哈 赶快出一首就可以来这边问一次 为了看老师一下 所以啦啦队是不是现在年轻女孩的一个新的跳板 哎是耶 算哦 一个成为演艺人员或成为公众人物的心跳板 对 我真的有一阵子我意识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打开新闻通通都是啦啦队的新闻 所以现在的啦啦队的标准是不是更高了 我觉得有一点哎 有一点 然后现在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加上可能现在还有其他像韩国的啦啦队也会来 就是跟我们一起 然后就超级多人这样子 就以前没有那么多人有意愿想要当啦啦队 对 因为其实啦啦队很辛苦 就是是一个比较劳力的职业 然后再来是大家对这个职业不是很熟悉 一直到就是很多啦啦队就开始 往演艺圈发展 比如说像林淡是Youtube 然后蓝蓝啊 怡萱他们是往综艺节目发展 就是大家都往不同的触角 往外伸的时候 就越来越多人看到啦啦队 好 这个新兴的行业 冉冉 里面创造了超多明星的行业 到底谁最适合当啦啦队女孩呢 我们来看网络数据调查 这是调查来的哟 不是我排的 PPT的网友特别整理了2024年 中植啦啦队星座资讯 依照本届140位正式的成员啦 真的假的 对 再加上7位练习生 147位啦啦队女孩来做他们的星座统计 你们猜 好好奇哦 你们猜 呀 啊